谁说北海只有小英雄呢 在北海岸还有我这个北海小英词 要来挑战海上刺激的撑浪活动 以及锻炼体力 登高欣赏杨明山第二大瀑布 青山瀑布 来一场瀑布下的音乐演唱会 在小费草原的辽阔 我们小手来大手一起交游 今天别想太多 还可以挑战人生极限 飞檐走壁来攀岩 妈 我在这里 今天跟着我的脚步 来北海岸冒险咯 好美喔 满满都是樱花耶 虽然说下着毛毛细雨 不过还是很浪漫 有种在拍偶像剧的感觉 话说台湾赏樱花的地点这么多 不过我们今天来到的是 全台湾赏樱花花期最长的地方 就是三只 今天要来好好当个樱花妹 不过要当樱花妹之前 当然要对樱花有所了解 所以我现在要去拜访一位樱花达人 我们走咯 哈喽 玉成 哈喽 玉成 哈喽 玉成 这边更美耶 你看这个好像樱花隧道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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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这样一路上走来 整条路都是樱花耶 很长耶 这条路 对啊 我们这个全长有6.8公里的 一个樱木花道 我有上网做一下功课 他说三只是全台湾赏樱花期最长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从一月底就开始开 一直开到三月底 然后我们花期很长 而且分三阶段开 我们这一段路其实它有三种品种 有三樱花 这是我们的飞含樱 然后还有我们的昭和樱 还有我们的吉野樱 伴随着三月毛毛细雨 在樱花步道下漫步 感受无比浪漫的赏花雅趣 吉野樱耶 对啊 玉成 来到三只除了赏樱花 其实可以来体验一趟深度的旅游 对不对 对 对 可以来三只体验一趟深度的旅游 去了解一下三只的历史 文化 还有一些名人的生平事迹 是 所以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 就是我们三只的名人馆 介绍我们一些 三只一些人文特色的人物 好啊 那我们现在就进去逛一下 对啊 我们已经走 好 这些都是三只的名人啊 对啊 就是三只的名人 对啊 这位我认识 这位是我们的李前总统李登辉先生 我们的李前总统的部分的话 他是我们台湾第一个农业博士 所以我们在这边就帮他做一个纪念 然后我的左手边这边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杜聪明 他是我们台湾第一位的医学博士 医学的 对 那在我的后方这边的话 就是我们的 音乐界 我们台湾第一个音乐教父 江文艺先生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卢秀一 就是我们民主斗士卢秀一先生 所以有很多的第一 包括在农业 包括在医学界 还有音乐界 对不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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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名人馆的部分 就是为了纪念他们这样子 好啊 那我们过去那边看一下 是啊 外面 看完三只当地的名人事迹 我们来到老旧米仓改建的餐厅 玉成 我刚刚这样走来餐厅 我发现这间餐厅 好像是仓库改建的 对啊 我们这间仓库 是民国三十二年的仓库 然后改建成了我们现在的咖啡馆 所以你当初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把仓库做一个这样的改建 当初的话这是一间废弃的仓库 然后我们是在十几年前 是把它改过来的 因为我们是希望说可以保留在地的一些文化跟历史 所以把它保留 我们把它保留一下它的原本的建筑结构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咖啡馆的模式 真的很有特色 而且你看你们准备的料理也好用心 还融合那个樱花剂 把樱花做一些摆盘的装饰 对啊 但是我们不只是只有摆盘而有 我们还把樱花加到我们餐点里面 把樱花加到餐点里面 是啊 我很难想象是怎么加的 这个樱花不就花瓣吗 对啊 但是我们把樱花的花瓣 我们把它做成了樱花酒 然后再配合我们的热排的部分 我们有浸泡过樱花酒的部分 先煎完再去烤 所以这一道就是樱花猪肋排 对 没错 可是一层 这个猪肋排 它为什么看起来比较 好像颜色比较暗一点 对 因为它是经过的 像是我们泡过樱花酒的关系 然后因为经过高温去烤的时候 它颜色会稍微暗沉 有点焦化的感觉 好难想象这个味道会是怎样 我来尝一下 咸咸甜甜的 而且我觉得它有帮助那种 解腻的感觉 因为一般我们记得吃那个猪肋排 它很怕会肥肥的 可是它那个口感是有甜甜的 淡淡的甜味 它就是比较不会那么腻 它本身的话是樱花的甜味 对 因为它樱花本身的话 如果像我们还没经过高温之前的樱花 是又苦又酸又澀 但是樱花经过高温之后 它越酸的东西遇到高温的话 它会变得越甜 所以有起化学的反应 对 吃完这份让人惊喜的樱花猪肋排 樱花大餐还没结束呢 玉神真的是越喝这个樱花酒 越想谈恋爱了 对啊 对啊 好甜好幸福的感觉 是啊 那我们吃饱饭 你还准备了甜点对不对 对啊 这个难道它也有加樱花 对 它有加樱花 这是樱花蔓越美七十蛋糕 它也是用那个酒下去做的吗 对 它有淡淡的酒香味 酒香味 所以也是用樱花酒下去 把它做出来的 对 然后还有这样 它要把花瓣打成汁 然后来做蓝色这样子 花瓣打成汁喔 对 好特别 颜色真的很漂亮 它乳酪的味道很重 对 它口感有三层 很丰富 第一层你吃到的是这种软软嫩嫩的 然后吃到第二层的时候 它就是果粒 果干的那种感觉 到最后一层就是那种 那个蛋糕本身那个酥皮的感觉 另外还有樱花座的蛋卷 樱花酥可以看出餐厅对樱花餐点的用心研究 另外吃完饭后 餐厅还富有艺文空间 展出各种不同类型的艺术家作品 这上面这边怎么有一横 对啊 上面有一横 其实它这是两个艺术家合作的 一个是金工 一个是我们的陶衣家的方式 然后这边有一个破损的地方 是透过金工的技巧把它修补起来 所以就是把这个有残缺的东西 重新赋予它新的生命 对啊 透过一个锯齿修补的方式 让它看起来更有一个艺术感 这个是用木头做的画 对 这是我们当地的艺术家 去剪海边的漂亮木 然后在上面再做的东西 这个女人的画像好有那种原住民的那种风格 这个艺术家把这个女生画得好有味道 对啊 静怡 我还有认识另外一个住屋村艺术家 他把女生也画得非常地漂亮 真的吗 对啊 我可以让他帮我画一下吗 可以啊 我现在带你过去 好 那你带我去拜访他 好 老师 好了没啊 我储好久了 好想看你帮我画得多漂亮 剩下鸡笔而已 剩下鸡笔而已 好好好 像不像啊 有没有像 老师 你帮我画得也太可爱了吧 你看 好风云哦 我笔下的都会表现出一种圆满 一种圆润的一种表情 顺人时间多了大概有二三十公斤 对 在我的审美观里面 我认为那个风满就是代表一种幸福喜悦的 所以那我娶到那个胖太太 所以师母也是胖胖的 对 所以我就以胖太太为我笔下的一种 一种主题 主角来 来创作你的作品 是 哇 老师那我们看到后面这个也是吗 对不对 对 这个是门绳 它是一个现代的门绳 有小朋友很高兴喜悦的在顾门 所以打开这扇门就是会看见幸福这样 真的很福气 连门绳都坐这样圆圆润润的 对 老师刚刚看完那个门绳的作品 像这一区它也是胖胖女人的作品 对 这一区的特色是什么 有些是骑在种子上面 种子 种子就是代表一种梦想 它可以花牙 可以长大的 那有些是比较调皮的一种小朋友的表现方式 而且我发现老师的作品都是属于比较有正面力量的 一些跟梦想有关系的 是 走一圈老师的工作室 从各式各样的作品中 感受到充满希望与幸福的创作精神 老师 我看你这个作品啊 它的那个比例跟线条 好像跟一般主流的作品好像不太一样 对 因为这个线条都是我自己的一种 对美学观点的一种想法 老师 那你本身是三支人吗 我不是 我是高雄上来的 之前就在北投那边上班 那有空省的时候 我就骑着摩托车在北海岸这边逛 这边 散散步 看看风景 那我就被这边的地理环境连住了 对 因为它靠近山很近 靠近海又很近 是一个很适合创作的一个地方 会有很多灵感 是 所以我创作的一种基本的精神价值是 我已经眼睛要看得到 心里面会感动得到 还有加上天马行空 就是你的太太 还有这边三支的环境 还有你天马行空的想法 对 一个想法这样子 我现在来到的是白沙湾 来到白沙湾 你一定要来欣赏一下这种 震震风吹来所飘动起的白色浪花 这感觉真的好棒 我现在就要去来拜访一位朋友 听说她家里就有无敌超级大的海景 可以看 我们走了 哈啰 弦怡 嗨 晶怡 欢迎你过来我们这里玩 你们家的海景超漂亮的 对 没错 在这里好享受 是的 而且你看你们家的氛围 好有欧洲的感觉 没错 你看到时候你到我们房间去看 会更漂亮 真的 那我可以进去参观吗 可以的 好 晶怡 你看我帮你介绍这个房间 漂亮 对 叫托斯卡尼 我来到意大利了 没错 我帮你介绍一下 因为托斯卡尼主要是以美丽的风景 跟丰富的艺术遗产来组成 所以刚好呼应我们墙上的画 这间看海的宽度 是比刚刚客厅的视野是更宽广的 没错 来 我们就来享受一下 好 好悠闲的感觉 是啊 真的有像出国度假 没错 一整天待在这边 你也可以观察到 那个每天的这个景致的一个变化 是的 你最喜欢什么时候 我最喜欢黄昏夕阳的时候 那种夕阳余灰洒进来的感觉 真的很棒 没错 是 是 金银 你看我带你到有另外一个国度 你猜猜这是哪里 我看一下 哇 这里有蓝天白云对不对 对 的感觉 好像是在希腊 好舒服 好舒服 我觉得真的好像在出国度假的感觉 是啊 你看南天白云还有阳光 对 就是加州的阳光是最有名的嘛 所以我们做了这样的秘密 这里是加州 对 加州主题 对 圣塔莫尼塔 我觉得你们这边的这种房间 它每一个那个看到海的角度都是不一样的 是 每一个房间不一样 然后再搭配不同国度的一个装潢 我觉得好像 你好像每天可以变换心情 没有错 去不同国家度假 没有错 哇 好可爱的角度 对啊 真的 对不对 我发现你们这边的装潢有好多那个彩绘 没错 我们主要就是没有过多的一个 设计跟装潢 那主要是画作为主 对 所以在虚实之间 你会 诶 这真的吗 虚虚实实的结合 现在很流行 是的 没有错 雷娜 这边真的很放松 你本来的个性也是这样子吗 应该不是 对 对 是觉得说 应该要做个生活上的转换 对 那主要是我自己喜欢旅行 然后又发现了这么漂亮的一片海 世外桃源 所以就决定留下来了 雷娜 那当初你要从就是台北的都会去 搬到这边来 真的需要很大的毅力跟决心 是的 没有错 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子 前半段可能需要冲刺努力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选择不一样的人生 感受Fiana的生活态度 我们来到海边一起漫步 享受大海的宁静与辽阔 既然来到海边一定要来点海上的活动 那我们来到冲浪店 我看到好多浪板 对 可是我不会冲 没关系 我帮你介绍我们的老板 好 教练 那我就要准备去换妆了 OK 没问题 那是呢 等一下 在换妆之前呢 我觉得你造型还是稍微 虽然衣服OK的 但是发型我稍微改一下 发型喔 对 让你更符合冲浪女孩的感觉 真的吗 你还会做造型喔 当然 好啊 对 OK 那走 好 来 走吧 教练 这个冲浪的造型要做什么样的感觉啊 其实就是要够大 够美 是不是有那种辫子的概念 对 有一点那种感觉 有点狂野 对不对 教练 你不是冲浪店吗 你怎么还会做造型啊 其实做造型 发型 是我真正的事业 你的本业 我的本业 对 那冲浪的话是我的 我的兴趣 你的兴趣 对 那也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我就把两个结合在一起 哦 这样子一来你冲浪也不会 缠来缠去的 对 对啊 然后又有一个型的 留好我们就一样留着 对 这样子这样 时尚啊 我们这是海边乱乱风 海边乱乱风 海灘主题的造型 对 好 这样就好了 OK 好好看 没有看到 海边乱乱风 乱中有序的海灘造型 没错 那所以教练 我这样着装完毕之后 我们还要注意什么样的一些 安全的一些摄氏或是什么的 第一个就是你要先检查冲浪板 它是不是完整的 是不是安全的 有没有断掉或破损之类的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脚绳 脚绳 脚绳是你的保命工具 最主要你也要检查说 掉下去海里面的时候 还有这条绳系在我脚 就是靠它 装备齐全后 因为我完全没有冲浪经验 所以教练要我先在陆地上 好好演练一下 反好 浪来了 浪来了 胸口放两侧 手放胸口两侧 然后跳起来 脚踩对 转身 转侧面对 演练完毕 准备下水挑战咯 这种浪的感觉就是一种挑战自己的一个感觉 然后你沉浪而起的那种感觉 你会觉得好自在哦 你不用去追浪 你就是等浪来就对了 不过我挑战成功了 我真的觉得很好玩哦 因为我觉得你在这边玩冲浪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那种全新的五感的一个体验 包括你看到海的辽阔 它是那么清静的又没有锯子的 然后喝到这个海水的时候 虽然它鲜鲜的 可是呢 它有时候浓有时候感 就是有一点那种体悟到人生起乎的感觉 哦 好棒哦 我找到我的墙项了 耶 阿西教练 而且我刚刚第一次冲浪的出品 感觉怎么样 有机格吗 给你一百个赞 真的吗 对 非常好 非常厉害 冲浪的时候啊 我觉得很奇妙 我有发现冲浪里面的一些人生哲学 没错 你在冲浪的时候 你有时候必须要能进去思考 很多的问题 就像我们人生一样 比如说 你今天你要知道说 海浪什么时候来 你要怎么样去处理这道海浪 你要怎么样平稳地站在浪板上面 冲浪完 消耗不少体力 该是补充元气的时候 Fiana带我到富吉渔港 吃这家充满学问的海鲜餐厅 方大哥 你准备得好有创意哦 听说你是一个对食材很龟毛 对料理很讲究的人 对啊 因为 每个人吃的东西不一样 好 我做的又要富一样 所以我只能把生鱼片 跟别人区隔就是 我的生鱼片是带皮 好 来 我先教你吃鲑鱼 这个鲑鱼嘛 对不对 一起来 一起喝 这个鲑鱼 你看它的油花好多 只沾一滴的酱油 放在嘴巴的前面 嚼十秒钟 连口水都不要吞 你试试看 以后你到全世界各地 你要吃生鱼片 任何鱼种的第一片 你都这样吃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店家给你的东西 OK 不OK 而且我发现放在这个舌头前面 这样先搅一搅 慢慢的那个 它本身的那个鲜甜的汤汁 就会一点一点的出来 对 然后最后你再整个吞下去 那个感觉是真的好新鲜 而且有一点绵密的汤汁的感觉 这一道呢 这道透抽上面 你是有淋那个起司酱是不是 还是 这不是透抽 是卵丝 卵丝 它叫海胆卵丝 上面是海胆 真的很鲜甜 而且那个海胆的味道是 到后面慢慢慢慢的 渗进来的感觉 对 比较不是说像我们一般 比如说吃海胆寿司 它上面给你一小球 都是海胆 有的人会害怕那个感觉 可是这个不会 对 因为那个是生的 这个海胆是烤过熟的 它烤过的 所以怕海胆人 可能用这样的方式吃 可以这样吃 它就比较可以接受 对 就连螃蟹的烹调方式 也很特别 用干烧手法 把蟹黄煮出有完全淡的口感 吃完难忘的海鲜料理 我跟Fiana来到附近逛逛 坐在台湾最北边的富贵角灯塔 聊天看夕阳 享受着慵懒的下午时光 还意外看到特别的景致 Fiana 这一大片 这种了什么植物啊 静怡 我跟你说 这个就是我们北海岸 特有的景观 它叫绿石巢 绿石巢 对 没错 因为这边冬天的时候 有东北季风 那东北季风的海浪 它就是会去滋润 这边的岩面 所以在岩面上 就会有长的各式各样的海藻 所以这是海藻 是 那我一整年来这边都看得到吗 没有 它只有每年的2到5月的时候才有 对 然后到了夏天 太阳出来之后 它就会慢慢消失了 所以是季节限定 对不对 没错 不要闹 而且我一直闻到 那个海苔的味道 一直飘上来 没有错 再加上海风 你有没有觉得 好像真的自己自身在海洋里头 有啊 好棒 来到北海岸 不是只有海边可以去玩 我现在来到是青山瀑布的步道 就是这里 这里听说走上去 上面你可以看到 溪谷断层还有飞铺水器 哇 感觉真的很棒 不过我们今天要用一种全新的方式 来感受爬山的乐趣 所以我请到一位在地的好朋友 启文大哥 嗨 静怡 启文大哥 嗨 今天要用什么方式 来带我们体验爬山的乐趣呢 当然会用一种全新的体验方式 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 所以今天 你能看我背后背一把什么东西啊 不是登山包 不是不是 吉他是不是 吉他 对对对 你觉得如何 我们要一边弹弹吉他 然后唱唱歌 野餐 野餐 哇 好特别啊 对 OK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了 OK 走 好 走 沿着阶梯往前走 水深丛丛 沿路绿树成荫 丛鸟真鸣 彻底享受大自然芬多精 而且越往上爬 溪谷渐行渐斗 终于看到好美好壮观的瀑布 青山瀑布民歌比赛正式登场 对 你有需要讲得这么严重吗 对 这样我会有一点压力 我们来感受一下 那种大自然与音乐结合的一种饗宴 还记得那场音节会的烟火 还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 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 游乐园拥挤的整齿石头 一个夜晚间吃不睡 的灯口 一起把文件设置的享受 有一支日记里遇尊的困惑 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 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 我小小的关怀疊疊不朽 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 又再一次回到凉凉的深秋 给我你的手 像温暖一首 把自由交给跑远的辽阔 我们小时候拉大手 一起交友 今天别想太多 你是我的梦 像北方的风 把这种浪浪洋洋洋的哀愁 我们小时候拉大手 我们小时候拉大手 新鲜交流 可是又天归回首 我们小时候拉大手 哇 蛮好听哦 好听哦 你唱歌真好听 对啊 然后还有这种 瀑布的声音是 这个伴奏的声音 对啊对啊对啊 帮我打拍一声 真的 在这里唱歌 跟你在KTV里面唱歌 你感觉怎么样 不一样 完全的不一样 这边就是一种 我觉得一种 单纯 生活的单纯 很单纯 很快乐嘛 对 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 对 那野餐的时候 其实搭配这样子 有音乐的加入 然后大自然的环境音 我觉得那会拉近你跟家人 跟朋友之间的情感 对啊 童年记忆涌上心头 为了延续这份感动 我们来到迷宫 寻找儿时欢乐 走出迷宫后 映入眼帘的 是一间国小改建的咖啡厅 启文哥 在学校喝这个下午茶 感觉真的好特别 对啊 而且我觉得它根本就不是食物了 根本是一件艺术品 真的 你看这个 它刚刚说这个是柠檬塔 对 柠檬塔 我们来品尝看看 你舍得吃吗 很漂亮 好可爱 你看 来 试试看 好特别 酸酸的 而且柠檬味很浓 我这样就觉得 而且真的 那个口感三层 层次很分明 你会先感受到 第一层很酥很酥 然后再来是它的那种 柠檬的那个 你看那个果泥 然后你又吃到那种 柠檬果皮果肉的那种 很有嚼劲的感觉 好 那我来试试看我的奶茶 干嘛 怎么了 怎么了啦 你这边长白胡子 白胡子 真的 真的 那代表它这杯真的是浓醇香 对 静怡既然在这样的氛围 喝咖啡很有回到童年的感觉 对啊 那我来唱一首歌 好 应应景 你觉得如何 好啊 就童年吧 好啊 很酷 唱着歌 感受身体中住着一个长不大的小孩 仿佛 仿佛回到属于自己的童真年代 来到一个地方旅行的时候我最喜欢来到当地的传统市场逛逛喔 因为这是最能够贴近当地生活的方式 不过呢 看我这个样子就知道我对食材并不是很了解喔 所以我今天请到料理界的女厨神 登登 仁佛姐要带我来逛逛这个市场喔 欧巴桑来逛这边的小农 小农的自己种的菜 对 然后这边当地的食材有黑毛猪 放山鸡 当地小农种的一些章季节的蔬菜 它们都是自产自销 自产自销 对 很健康喔 那我们现在要去出发 要去逛逛了 好 走 走 欧巴桑 欧巴桑姐 三只要买什么食材 比较特色的 这就是黑毛猪 当地的 对 它用那个收水 地瓜叶 对 好 你好 你好 欧巴桑 养植的 用收水跟地瓜叶养喔 这个青菜我很少看过耶 这怎么 桂苗 阿嬷你都自己种的吗 不爱跟葡萄牙 我自己去牙就牙 自产自销 那这个是栗子吗 这是贝旗 贝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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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把它剁碎 跟豆腐还有绞肉 可以弄成肉丸的狮子头 所以它的口感是 对 它脆的 脆的 脆的 增加那些食物的脆度 对 所以这是像栗子一样这样剥开吗 不是 不是 这是皮 皮啊 它不是壳 它是皮 你要用削 像削水果一样这样把它削掉 对 把它削掉 买完食材后 Jana姐要大展身手咯 干杯 这气氛太欢乐了耶 Jana姐 这是我们去刚刚买的食材 对不对 没想到你随随便便便就变出这么多的料理 而且随随便便就找来这么多人 他们都路过路过 路过 对 你们大家平常都会这样子吗 对 聚在一块吃饭 分享 然后没事都会跑来这里 他们也喜欢海边啊 对啊 有过来就跟他讨饭吃 像这个蛋糕是那人Amber 她自己亲手做的蛋糕 这个是什么 对 香蕉蛋糕 香蕉蛋糕 我们三只自己 也是他们家自己种的香蕉 对 她带来跟我们分享 分享 这个是 黄一峰大哥做的油饭 油饭 四川是妈妈 她母亲教她的 这个鱼是她 黄二哥钓鱼的 你钓的 不好意思 小鱼姐 她很爱钓鱼 钓鱼很厉害 钓鱼刀手 20年有了吧 30 30年 钓鱼刀手 这边卧虎长茸 对 我也不赖 这道黑毛猪是我做的 厲害 没有啦 天天姐做的 天天姐 你要不要帮我讲一下 你这道是怎么做的 这道用四种花椒 四种花椒 然后加盐盐下去烤 还有猪油 对 我觉得外面好像 这是种叶吗 还是什么 这是月桃叶 月桃叶 月桃叶 要衬托那个香气 对 天天姐 美丽跟小赖是夫妻 是 他们青梅族 三姿人 对 我的电脑 她是救我的电脑认识的 这样也可以认识 对 然后教我摄影 小赖这一方面很喜欢 其实就是这边当地人 很自在 很容易交朋友 对 这边感觉很轻松 对 我们想喝咖啡的时候 就会进来跟大姐说 我们要喝杯咖啡 大姐就好热情地 每次都招待我们不一样的东西 而且大姐做的菜都好特殊 在外面吃不到的 每一次都不一样 每一次都不一样 所以你要点也点不到 大伙儿谈天说地 每个星期 Jana姐的小庭园 都呈现如此轻松自在的气氛 我觉得刚听到大家爽朗的笑声 心情都被感染到了 我觉得那个喜悦真的好感动 有时候你出来旅行的时候 并不是看看那个风景而已 而是感受他们的生活态度 这一趟来 发现很多都是从都会区 来到这边住的人 他们在这边找到自己的一种生活态度 而我就是要去领受他们每一种 他们不同的生活态度带回去 这就是我最大的收获喔 来到隆栋的海岸边 前有辽阔的太平洋 后有壮丽的攀岩场 而这里自成一个天地 不见游客就只有攀岩高手 今天我要来挑战极限运动攀岩 哈囉老虎教练 你在准备的装备是不是 对啊 我现在要准备一些装备 等一下可以让你攀爬这个岩壁 安全是不是 沒錯 教练 那我们装备 首先要准备的是 等一下是不是要先买保险 当然啦 一定要买保险 一定要买保险 没错 意外险 医疗险 好 来 那我装备帮你介绍一下 等一下会用到你身上的 会有这几样东西 吊带 吊带 然后攀岩鞋 它的橡胶 它用的橡胶会让你产生比较大的摩擦力 方便你在岩壁上攀爬 它会穿得比我们一般平常的鞋子 还要小一点点 为什么 为了让它可以将你的脚包覆得更好 而且力量可以更集中一点 当然少不了一定要有绳子 绳子 绳索就是攀登者的生命 这个叫做动力绳 动力绳 对 它是有延展性的 它的延展性是用来就是 你坠落的时候吸收冲击力用的 所以一般的那种什么麻绳 什么绳子都是不行的 那不行 那是不行的 那个坠落的话可能会让你受伤 一定要用这个动力绳 教练 那这个帽子好像比一般的安全帽 还要薄 它比较薄是没有错 那它的薄的设计是有它的用意 当你的那个上方有坠落物掉下来的时候 它可以藉由破碎来吸收那个冲击力 哇 你看这边攀岩的装备真的是很多 就是要确保我们能够安全轻松的来攀岩 那我们现在就要准备着装了 我把性命都交给你了 没问题 这一条就是连结我生命的命脉 准备就绪 好紧张喔 其实我有去高阵 为什么要找自己麻烦呢 俗话说人生有无限可能 愿是心中有恐惧就要突破呀 这石头不会突然剥落吧 通常不会 通常不会 虽说勇气十足 但这岩壁真的好高啊 我不敢往下看 你不敢看就没有办法往上走 等一下 我没有脚支撑的地方 等一下 对 这样子做就很好啊 好恐怖 等一下 扭到了 好恐怖 来 等一下 我再找一条更简单的给你好不好 还有更简单的吗 有 有 不想说 好 我会克服我的那个巨高症 脚点住喔 好 对 就是这样子 让左脚离开 左脚离开 左脚离开要去哪儿 左脚离开抬起来啊 抬起来去哪儿 抬起来去哪儿 好个地方才 我看不到 对 实在太好笑了 一紧张害怕 顿时间 智商完全降低 得救了 救命 快到了 快到了 现在要很冷静地去找那些眼点 对不对 没错 慢慢地思考 慢慢观察 所以我们不能怕 觉得手好痠 好 尽量用脚的力量 手尽量放轻松一点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往上爬 体验这个运动 还要考验你的机制跟反应 真的很不容易 你要想好你的体力 还要思考 我的天哪 下一步该何去何从了 我的人生被卡住了 拍眼的难度真的很高 就算距离只差这么一点点就成功 但最后一步却是费尽千辛万苦 对 就是这个样子 登上来了 上 好看喔 我的手 救命啊 我的脚在抖 好 来 到了 到了 对 等一下 教练 耶 托我一把 教练 托我 来 脚出力 没力 你帮我拉一把好不好 好 OK 救命 我不行 来 给我 我这很糟 你这给我给我做得很糟 好快 好棒喔 恭喜恭喜 其实教练我还可以吗 刚刚 可以表现得非常好 成功地完成了挑战了 很多人第一次都会像我这样吗 其实每一个人的他的心理素质不一样 我觉得以我来评估你的表现算是中间 中间 对 不是最好的但是也不是很糟糕的 有的人甚至可能会放弃 但是你完全没有放弃的意思 我觉得 有没有人叫我比我更大声 其实有耶 那教练是什么样的一个动力 让你全心全意要投入这个攀岩这样 在十年前开始接触攀岩之后呢 那时候其实有一些阅读的习惯 当时读到了一篇文章 我还记得它的主题是幸福经济学 那从认识攀岩的人跟这篇文章里面 我渐渐地感受到其实人生好像可以不只是赚钱这件事情 我挑战初阶班成功后 紧接着老虎教练要来攀登另一座高手攀登的岩壁 让我瞧瞧什么才叫铺落级的 老虎教练我想问一下攀岩的人啊 是不是个性要冷静而且比较内敛一点呢 你观察的没有错啦 但是除了这一点之外呢 事实上攀岩他这个活动呢 是一个需要合作的一个运动 所以你可以看到除了攀登者之外呢 绳索的另一端他连接的是一个确保者 所以呢 他需要你的对你的伙伴的一个信任 信任度 对 信任 还有 还有互动上面对不对 对 人际关系的一个学调也很重要 因为它是一个需要合作的一个活动 所以你必须要学会怎么样跟人家互动 好 刚刚看到老虎教练他爬这个中塔 然后再往上去是剃刀边缘耶 那我想我也來挑戰一下好了 不知道我有沒有這個極限 你們看這個大概有七八層 這麼高耶 比剛剛那個更恐怖耶 而且呢 這一次老虎教練說 他沒有要在上面等我 他叫我自己拔 好殘忍喔 他 十字好醜喔 他 我覺得這邊的岩點雖然比較好抓 可是他感覺那個起伏比較大 比較那個腿會比較痛耶 因為會撞到那個石頭 對 好 把身體站直起來 把身體站直起來 站直 對 好 來 右手再往上抓 左手也可以 對 好 右腳來這裡 右腳來這裡 等一下 教練 好 右腳 我可不可以不要玩 等一下 來 繼續加油 可以了 不要下去了 你可以站上去 站到上面去 哪裡 來 左腳過來這裡 等一下 可以嗎 我不要玩了 我到這裡就 等一下 我到這裡就好了 救命啊 救命啊 你 怎麼爬第三次還是會害怕 就剛脖子扭到了 再 再上去好像更 更困難 我剛剛那邊有挑戰成功就好了 這豈能算是運動家的精神呢 教練讓我絕不能輕言放棄 我跟你們說 你以為我在做假嗎 你們看看 這個高度有多高 哈囉 嗨 一隻右腳 用他的力量 我上不去 可以 教練 你相信自己 來 站起來 我 你只要站起來就可以了 信心的功課即將修煉成功 媽 我在這裡 挑戰成功後 往下一看 才知道這高度也太驚險了吧 但我絆到了 阿蠻真的很謝謝你 剛剛在下面一直幫我確保耶 真的 而且我發現啊 就是第一次這樣子攀岩啊 你真的 你要去相信那個繩索 還有下面的確保者 那個信任度真的很重要耶 讓你相信你就會蠻喜歡攀岩的 真的喔 那你第一次的感覺 也是像我一樣嗎 對啊 一定會害怕的 怎麼說 就 你的感受是怎麼樣 完全不知道下一步在哪裡吧 那你會不會想說 欸 一條繩索就能夠確保我們嗎 這樣子 會不會很害怕 剛開始一定是會的啊 但是後來 去了解那些東西之後 其實還蠻可以信任的 對對對 尤其是找到可以信任的確保證 嗯 我覺得啊攀岩啊 真的是你在體驗人生的一個真實感受耶 因為有很多人因為害怕一些事情喔 你就會局限住自己的腳步 然後原地踏步耶 那你看像我啊 其實原本是有懼高症的喔 可是我就願意去挑戰這一項極限運動喔 然後你在攀的時候 過程中喔 雖然有遇到很多困難 一度想要放棄 可是你要想喔 沒有回頭路了 就往前衝囉 而且你在每一層高度的時候 你會看到不同的視野喔 尤其呢你上來之後 你會發現 哇 境界超不一樣的 就連呼吸的空氣都超新鮮的 而且視野超絕佳的 重點是你的心境上 你是豁然開朗的 而且它會讓你更有勇氣 去面對下一次的挑戰喔 教練那我現在準備去換裝喔 OK 好 好 走嗎 那是再換裝 欸 換 換 換 等一下 重來 欸 很恐怖耶 救命喔 你讓我準備一下 準備一下 我以為下去是一階一階這樣下去 不是 走樓梯嗎 對 止盡 冷靜 哲平大哥你對我真的太好了喔 好